火箭得到安东尼之后,人们都对火箭的后场三叉戟充满了期待,同时,坦克也将会出现在首发四号位上。 不过在近日的采访中,德安东尼却透露,在新赛季,或许不会让坦克和安东尼同时出现在场上,这就意味着,或许安东尼将会在新赛季与卡佩拉达当内线,德帅的用意似乎也非常明显。 这样做的举措,无非是希望自己的球队增加更多的灵活性,而安东尼在出任四号位之后,囤进了大量锋线球员的火箭,或许将会发掘出一个新的首发小前锋,成为球队的骑兵。 尽管安东尼从进入联盟后面一直专攻三号位,直到上赛季转会雷霆才被踢倒大前锋的位置,但是在力量上占优势的他,即便是面对对方的内线球员也毫不吃亏,与雷霆不同,安东尼在火箭打四号位,或许更能发挥自身的优势。 火箭如今的阵容中,始终缺少一名地位单打的高手,而这恰恰是安东尼最擅长的技术特点,身高和体重均可以出任大前锋的安东尼,以待拉出至外线,那么对方的内外防守将会出现漏洞,无论灯泡突破,还是卡佩拉内线强攻,都是轻而易举,在安东尼提上四号位之后,格林或许会是首发小前锋的首要人选, 作为火箭上赛季板凳席上的骑兵,格林在很多关键比赛中都有惊人的表现,而在巴默特和阿宇嘉离去之后,火箭在封线的防守出现了漏洞,虽然进攻要强于防守,但是,格林的防守并不弱,无论身体对抗还是相对速度,格林都能够省任首发的角色,同时格林在进攻端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, 只要有出手机会,他便会毫不犹豫进攻,只要他减少自己失误的次数,那么得帅或许会考虑让他与灯泡搭到外线,出去格林,恩尼斯也是不错的人选,在灰熊,热过喝活塞都打过球的恩尼斯,是一名不错的防守型球员, 拥有2.12米壁展和出色的爆发力的他,是所有进攻球员的噩梦,如果说在阿宇嘉离开之后,谁能够接替他成为火箭封线最好的防守者,恩尼斯有着非常大的竞争力,唯一不足的是,在主动防守的同时,恩尼斯的进攻并不太灵光, 尤其是三分球更是偏的离谱,如果他出任先巴小前锋,那么火箭在进攻中,便会损失一个火力点,对于热中进攻的德帅来讲,这一点应该列入考虑范围,其实,火箭前段时间,从太阳交易到的奈特,或许可以列入德帅的选人名单中,以进攻闪长的奈特,三分球一直是其强项,在2014-153, 在赛季,他的三分球命中率,更是达到了40.9%,如果先赛季他能够继续保持如此高效的命中率,那么在德安东尼的战术体系中,一定会有他的立足之地,而且还要注意的一点便是,虽然奈特被人们欲为防守背景板,但是他的防守积极性非常高,尤其是他在攻防转换间的速率,正是火箭小球体系中最,需要第一环, 再加上他还拥有不错的组织能力,火箭或许可以尝试派出三后卫的后场阵组,即便上赛季冲入季节,但是火箭并没有满足,为了能够尽快达到称霸联盟的目标,火箭在近几个赛季的运作堪称完美,之前的短板也已被补齐,在安东尼提到四号位之后,无论哪一名球员出院手把小前锋,他们的攻防速度都会比以往更快, 在新赛季,火箭的小球战术将会充满更大的威力